Delta入侵 大陆让福建疫情持续扩大 从10号爆发到现在已经达到75例 不止莆田 泉州厦门也沦陷 这波疫情最先是从小学核酸检测中发现 灵性家长疑似是传染的源头 涉及了两个家庭四代传播 当地紧急宣布中小学幼儿园全部都改为线上教学 福建疫情拉警报 厦门也沦陷 传输医院后勤人员确诊 当地随即通知居民彻夜排队 进行核酸筛查 从10号爆发至今莆田 泉州厦门三地 已达75例 相关部门已经组织对丰庭镇全镇24个村居 及周边的5个乡镇的人员进行核酸检测 这波疫情最先从莆田当地一所小学核酸检测中发现 从新加坡入境的灵性家长疑似是传染源头 先是传染给12岁儿子 开学后又传给同学 同学在把病毒带回家 弟弟爸妈都遭殃 涉及两个家庭四代传播 让当地紧急宣布 周小学幼儿园全部改为线上教学 自13号起 莆田全市中小学幼儿园 各类教育培训机构 暂停线下教学 改为线上教学 有家长闻讯赶来 想接小孩 却因为区域控管只进不出 只能在钢绍外干着急 有大陆专家示警 农村疫情防控不如大城市 已形成一定程度的隐性传播 加上不少确诊者 都是尚未接种疫苗的孩头 判断此破疫情规模不会太小 记者综合报道 还有来关心 北韩9月9号 台港举行完深夜大阅兵 现在又大动作试射飞弹 而且是连续试射两天 9月11号跟12号 成功试射了新型长长寻翼飞弹 击中了1500公里远的目标 设场也可以涵盖日本全境 而这也是北韩回温了半年 再度进行的军事挑衅 台港举办完大阅兵 金正恩又有新动作 北韩官媒13号宣布 成功试射长城巡异飞弹 还公布最新照片 包括飞弹从移动式车辆上 发射的瞬间 以及飞弹在空中飞行的过程 这是北韩回温将近半年 再度试射飞弹 也是今年第四次武力挑衅 北韩这回连续两天试射飞弹 沿着椭圆形和八字形轨机飞行七千五百八十秒 超过两个小时距离达到一千五百公里 最后击中目标落入领海 北韩官媒更宣称这款飞弹已经部署两年之久 但金正恩并没有到场视察 同一时间反倒被爆料 北韩党中央正大动作进行全国海选 扩边金正恩的美女军团 外界早就上传 金正恩每年都会挑选年轻冒美女子进入所谓正妹欢乐组 这回有传说中的第六科 所谓第六科分为出嫁六科和寡妇六科 想加入出嫁六科门槛特别高 除了长得美身体要健康还得冰清郁节 必须接受妇科检查认证 据传这次选拔出嫁六科对象 是为了跟护卫局的六科男性进行配对 寡妇六科则会被分配到北韩高官家庭当保姆 金正恩传说中的美女军团 看来阵容又将更加扩大 记者综合报道 记者综合中的美女有学名 才BS尚统盐 最新才智散说这样的美食 如每个人意识 樱我 prisons 樱我 快